啊 不好意思 天蠍座就是瘋子跟瘋活娘 如果要吵架的話 誰是十二星座的吵架王 恭喜下列幾個星座上吧 作為戰神的你們 怎麼可以忽略你們是個吵架王的事實呢 但一般人跟牡羊座吵起架來一定很傷心 因為牡羊星座吵起架來 各種口不擇言 各種見縫插針 只要你給牠一點縫隙 牠馬上就進攻 搓你的痛處等等 算是非常厲害的狠角色 而且牠們是不吐不快喔 要吵架牠是不會管場合的 牠想吵就可以吵 而且牠覺得牠是路見不平 牠是男俠女俠 所以有問題一定要說啊 有聽過牡羊座朋友因為餐廳的服務不好 就在餐廳跟店員吵起來 吵到大家都來打架 有時候牡羊吵架口才也不怎麼好 可能只會一直怎樣怎樣 來啊來啊來啊 挑釁式的吵架法 而且牠們是戰神 牠們怎麼可以輸呢 所以口才不好就用肢體來表示 可能就開始摔東西了 然後推椅子了 這都代表 你們口才不怎麼樣的意思 通常處女座是這樣 牠們是分析事情的高手 而且牠們通常很理性 所以就算是吵架 牠看起來也是理性分析 不疾不虛可以把你氣死的那種吵架王 其實我覺得會跟你吵起來還算給你面子 不然牠真的可以冷出你 直接默示你 這才是牠們覺得心目中最高級的吵架 但還會裝你吵架還有救還有救 而且處女座是屬於 會蒐集各種讓牠們不爽的罪證 你的罪證 沒錯就是翻舊帳 之後就開始對你心思問罪了 罪證滿滿 把你講成最大惡極 而且牠們的吵架也會 鄭重黃心 不像有些人越吵越遠 處女不會喔 她永遠繞著主題走 如果你們是理念不同 那恭喜你 處女座是辯論高手 她有心跟你辯論 就會辯論到說服你為止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每個跟處女座吵架不過的星座 不管你是風向還是土向還是水向 你都會失去理智 雙子座天生是難言善道的 平常牠就可以用各種道理疏通你們之間 如果搞到要吵架 那就是沒邏輯啦 是不是 那既然你沒邏輯 牠也不用有邏輯 所以牠們吵架的時候 有邏輯沒邏輯的通通都會拿出來 因為牠們吵架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要冰斗了 而且我要你 正因為牠想要贏 牠也不想跟你來邏輯 所以你說東牠就說西 你要往正牠就要故意說反 把白的講成黑的 氣死你最好 如果有一個雙子座找你吵架 唉 你一定感覺得出來 因為天有意響 好不好 你一定可以從牠的表情動作 感受到 這個人今天不對勁 這個人今天要刮台風了 而且跟雙子座吵架 你也不要看牠不邏輯喔 牠的主要目的還有一個 就是繞來繞去 讓你被牠牽著鼻子走 跟雙子座吵架 那你說出來的話也要很小心 因為牠正愁沒素材 所以你只要講錯一句話 牠就可以馬上抓住這個重點 繼續跟你玩下去 要讓水瓶座跟你吵架是不容易的 因為大部分的水瓶為了耳根清淨 牠是懶得管你 不過如果牠決定要跟你好好吵一下的話 你可能會先吐血而亡 因為牠們不是用地球人的邏輯跟你吵架 牠們是用自己的邏輯在跟你吵架 所以牠們也會跟你計較一些 你覺得這是有什麼好生氣的 可是牠就是氣得要死 作為固定星座 水瓶座的脾氣也好不到哪裡去 生氣起來就容易氣急敗壞 各種實話都會刺進去 而且都是失去理性的醜暴喔 比如說 你連我的前人都不如啦 我根本沒有愛過你啦 這種氣頭上什麼鬼話都說得出來 那通常說完牠自己是會後悔的 但牠又拉不下臉來道歉啦 只好裝不在乎 就會這樣子一直惡性循環 那另外還有一派水瓶座 那就是徹底的外星人囉 所以牠是以邏輯來壓制你 動不動啊 就拿那些哲學家的話來反駁你喔 假如你要吵自由 牠就會說 那你的自由定義是什麼呢 各種深論題把你搞得很累 而且牠們永遠都有論點來攻擊 天蠍座不發則已 一發就要發得徹底 牠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來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不好意思 天蠍座就是瘋子跟瘋婆娘 如果要吵架的話 吵架也要吵得有意義嘛 就是要讓你知道你有多糟糕啊 就是要讓你知道牠有多委屈啊 所以牠會有頭有尾的把一些事情串起來 然後一口氣發洩 老實說這個發洩的過程會沒有什麼邏輯 因為牠發洩到第一號房間的時候 牠忽然連接到第二號房間 所以牠是屬於會越吵越遠的那一種 不過呢還沒有發瘋的天蠍座 如果牠起了一個吵架的頭 但是請記住喔 牠其實是想跟你溝通 所以不要等到牠發瘋 在牠還可以忍受的還有理智的階段 牠是能夠被說服的 只要你能講出道理 如果你的道理是贏過天蠍的 或你點出了天蠍的盲點 天蠍就會瞬間冷靜下來 老師那你最怕跟哪個星座吵架 牡羊 是因為怕受傷嗎 然後以及當然會怕受傷啊 因為我們吵完架總是要有一個結論嘛 但我覺得牡羊沒有結論 就是牠就是我就是想吵 你遇到這種新的牡羊 可能就有點麻煩了 不是所有的牡羊都這樣 我們剛剛講也不是所有的天蠍都那樣 因為火星人就是知道自己是火星嘛 所以盡量不要當火星的時候 日子也比較舒服 但是一旦惹到牡羊 牠們就是戰神 我只能這樣說 好啦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吵架 好不好 因為吵架雖然也是溝通方式的一種 但是它的破壞力更加驚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玩人 聽到別人攻擊自己的時候 第一個角度就是防禦或者是攻擊回去 所以事情往往會越來越糟 但如果我們任何一方保持理性 知道說對方發飆成這樣 其實是氣急敗壞的表現 其實是更在乎自己的表現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讓溝通更順利的進行 而不用吵架呢 嗨大家好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